再来看到花莲县环保局 星期六举办 静摊减缩全台总动员活动 而在会中是特别表扬 花莲县112年度 环境清洁竞赛评比成果 甲祖室由吉安乡夺冠 而乡长游淑珍 感谢1200多位的环保志工协力 还有全体乡亲的配合 来共同打造清静幸福的吉安家园 花莲县环保局 星期六举办静摊减缩全台总动员 及113年度花莲县全国水环境 清静河面计划美轮溪近溪活动 除了政府部门 还有许多的企业社团 超过了350位民众参加 活动当中还特别表扬 花莲县112年度 环境清静竞赛的评比成果 甲祖室由吉安乡夺冠 乡长游淑珍感谢环保志工的协力 和全体乡亲的配合 才能够打造清静卫生的吉安家园 谢谢所有1200多位的环保志工 跟我们的乡亲 一起来共同维护吉安的洁净家园 也让我们再度得到了这样的荣耀 除此之外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每一天 都能够善尽自我垃圾分类 以及我们做好资源回收的工作 非常的务实跟重要 在这边在得第一名的同时 也跟我们所有吉安的乡亲 我们是第一名的乡亲 所以武馆在水沟 我们不再任意丢垃圾到水沟 甚至于是抽烟的乡亲 也不再乱丢烟地 从6月4号开始 我们要配合县府的这个推展 让我们的烟地不留地 而且不落地 要带来更加洁净家园 在花莲的一个任何的一个角落 同时我们后续会在持续推展 更多更多的 洁净家园的环保政策 希望大家一起跟吉安 来共同努力 创造四性宜居 洁净家园 在花莲的吉安乡 县长徐正伟也呼吁 亲近的环境 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这一次环境清洁竞赛 各个乡镇市的表现都有提升 期盼可以藉由每年举办竞赛活动 让环境永续成为花莲日常 也打造最幸福的宜居城市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